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孔子论语》《燕源篇》第15节 子曰《博学语文,曰之以理,亦可以复判以复》 那么这一段呢,实际上在前面《永野篇》里头出现过 既然在这又出现,我们就再学习一遍 那么搏,我们说和搏斗的搏是一样的,是指野外打猎,围捕 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搏击的过程,很危险,很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活动 那么一种人类为了生存的一种活动 那么打得多了,那么也叫搏,多嘛,大,打到大的也叫搏 那么这里就是多,大,成都为搏,到处都是 学就是从外界,包括宇宙,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摄入信息,或者知识,感知,感悟,或者是说,从祖宗那个地方 祖宗的认知,感悟,思想 那么放进自己的脑袋里头,这么一个过程称之为学 文呢,就是花文的文,我们中国字嘛,就是一个象形文字啊 就是最早的就是文录啊,文,后来演变成字 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和我们今天这个文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把感知,感悟,认知,信息,赋予这个文字符号 固定下来,也便于这个信息啊,这些传递 那么称之为文,约呢,就是思,或者是绳索,或者是藤条啊 那么,用它来约束,捆绑,称之为约 那么这里呢,就指着,约束,捆绑,啊,就是自我这种,是指吧 那么,移,我们说过就是手提,或者手拿成这为移,啊,用,或者是平的意思 离,就是指,从祖宗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字,这个,著作,当中学到一些规范,规矩,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规律,啊,法律规则称之为离 可,那么就是,教育完了,发个声称之为可 以,也,以,就是手拿,啊,负,就是指,用绳索捆绑,让,使其变直,变化 本来是弯曲的,用绳子把它给搞直 那么,后来也变成意思和布的意思一样 因为,不再和原来一样了,啊,那么就是,把它搞直了,原来弯的,把这个整直,称之为负 那么就是,这补的意思 碳呢,是指田里头的,这个,标记 什么标记呢,戒碑,啊,就是,边界 一呢,就是,一,啊,就是,完成了,啊,这个,这个,这个,现射出去了嘛 就是,就是,成为负,啊,就已经,那,不受控制,成为负 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足词的,就是,啊,达到了的意思 夫,就是,强壮的男人,成为夫 一个人,啊,考一个大梁,啊,从头上是男人 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孔子说,啊,一个人怎么做,就可以呢 就是,要,啊,广泛的,啊,学习,文献,著作,祖宗的感知感悟 啊,那么,用法德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这个行为 那么,这么做,啊,就可以做到,啊,达到没有边界了 嗯,没有什么边界,就是,嗯,不去超出,啊,作为一个人 嗯,应该做的这个范围,嗯,就是,真正的做一个人 那么,就像孔子在前面所,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心所欲 不予居,啊,不会超出这个规则,不会受到规则的这个惩罚 或者是说,受到规则的这种,嗯,这个,普作,啊,说到了,叫规则 嗯,呵呵,对规则普作到了,就是触犯了规则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嗯,嗯 嗯,广泛的学习,嗯,这个,文化,文字 主动流传下来的感知感悟和思想 那么,加之,啊,约束自己的这个,嗯,行为 用规范,啊,做人的这个,规则 也就是说,自性来约束,啊,约束,啊,自己的这种行为 那么,就可以达到,从心所欲,不予居,啊,根据自己的心足 而不规矩触犯,这个,规则,法律 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嗯,呃,成为了一个人 就所谓的明星见性 好,那么,这一节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